很多朋友反映看不懂张战奎前辈的这个三体式的照片 其实这里面玄机是很多的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程度牵扯了趁金把骨的东西 因为张战奎前辈有八卦掌的基础 所以没练过八卦掌 只练过行义拳的朋友可能就看不懂了 以前我也看不懂张战奎前辈的这个三体式 因为我之前只练是行义拳 但是随着我练习到八卦掌 特别是练习到这个 黑熊翻背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 被一个人亲一拿把手背到后面来 这个时候对于肩关节 对于胸对于手臂的凝转是非常累的 大家可以模仿一下这个动作 后手的手掌一定要平 要离开身体 要撑起来 大家就感觉到哎哟我的肩很紧很酸 而你长期的这样练 你就会逐渐的把你的肩膀给松开 因此其实大家在看张战奎前辈的这个三体式的照片 他在三体式的前提向继续的向后拉 然后这个动作的话 向下踏 同时胳膊肘往上提 肩膀还要沉下去 肘向上肩膀向下 这本身就是非常拉伸 你肩关节的一个动作 和八卦掌的黑熊翻背 和大声拳的这个响龙庄 大概是一个意思 大家仔细看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趁筋把骨的一个动作 他在练功上非常的好 同时呢 他的作用用法上也就是独到的应用的方式 这种角度下 或者是我们双推手的过程中 也可以利用会拉的这个动作 把对方的用横侧去打击 用横侧去打击 所以在双推手过程中 无论是在里侧还是在外侧 刚才是在外侧 现在是在里侧 一样用这个地方去打击 在外侧也是 一样可以挂过来进行打击 所以当你把这个三脊肩膀胳膊肘 手腕练好了之后 你是有很多机会游移进去的 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很容易就从散手过渡到近身的内力当中 咱们都知道泰拳是有很多的肘膝的动作 行一拳也有 但是行一拳的肘更多的是走中线 例如当我们两个一搭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动作 是从这上去 提着上去 是从中线里边上去 我们假如是这个手相搭的话 给他挂开 从一侧打击进去 当对方格挡的时候 他会和我撑 因为我整进 他一定要顶住向外 但是我一拉他就打一个对撞力 把对方伤害了的动作 所以张战奎前辈的这个动作 既富含了八卦掌的一些内涵 更加的趁金把骨 也像车式的这个提栏崩拳一样 有很多的应用的方式在里面 但是呢 这些东西只能是你练过了 你知道了你才会用 你没练过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科普一下 也不要去追求这个 因为大部分朋友 关于三节的转换是很难练出来的 我们下期再见